今次來到福萊村其實是施政報告諮詢裏面的一部份的諮詢工作 我今天是做了一個家訪 去了兩個中心 最主要都是了解一下長者的日常生活和所面對的問題 我也想了解一下平時長者生活裏面照顧者 他們怎樣照顧自己的親人和面對什麼問題 多謝剛才不同的長者或者照顧者 他們把他們面對的問題告訴我 的確是幫到我去決定我的資源運用應該放在哪裏 和優遲怎樣定的 很多照顧者其實很需要一些資訊方面的支援 所以政府亦都很快有一條24小時的熱線 讓譬如照顧者有什麼資訊方面的要求 或者求助就可以打電話去熱線 另外我們亦都會有一個網站 平台是統整我們有關的資訊 令到需要在這方面拿到最好援助的朋友 可以通過這個網站去拿到的 另外我下來亦都感受到關於隊所發揮的作用 是很積極的亦都很受歡迎的 我們應該是更加努力去凝聚在地區上的關我的氣氛 關我的元素 見到街坊互相認識打招呼有困難的時候大家幫助我 我覺得是我們整個政府也好 整個社會都應該是大力去推行 我在這裏亦都會繼續推動在關愛門服務社群 服務街坊這方面的工作